現時政府外判的清潔工人只是領取最低工資 可能大家會覺得這是因為他們年事異高 以及教育程度偏低 但其實政府現行的外判制度 有沒有保障到工人的權益呢? 政府去年發布新指引 規定各政府部門評審外判服務合約標書時 需要加入非技術工人的建議工資和工時 作為評審標準 鼓勵承辦商提高工人的工資 不過一項調查發現 外判清潔工人的工資 並沒有因為這樣而顯著提高 他們大多數處於最低工資水平 而部分承辦商沒有為工人安排足夠的五線時間 也都沒有為他們提供獨立的休息室 甚至有近一成人被解僱的時候沒有遣散費 現時在新界鄉村地區 任職康民署外判清潔工人的華叔 對於承辦商的加薪幅度感到不公平 本身是33.5元 他這次加薪就變成34.5元 加了1元 那就是很不合理 你沒辦法爭辯 難道你不做嗎 公平當然不是很公平的 他找不到人 他多給你一元 但到差不多舊期他還沒讀藥之前 他可以不加2元給你 加1元就當是 但他又不犯法 吃這樣的法律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偵測研究幹事羅佩山質疑 現行的評分機制是價低者得 沒有因令承辦商提高工人的工資 令前線工人受苦 更加大要處理就是整個評審機制 那個不公義就是價低者得 價低者得也帶出承辦商沒有因 去提高工人工資和裝備的情況 如果用整個評審機制就是價低者得 誰會願意投資下去呢 到頭來受苦的就是我們前線的清潔工人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 增加非技術合約標書評審制度入面 價格評分的比重 打破價低者得的局面 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措施 以保障年長勞工的退休生活 Live TV記者陳英倫報導 Live TV記者 Vince 李柯 有一個技術合約 與之間的溫泥 詞中的溫泥